记录真实服务民生 欢迎收看生活五六七 咱们常听说啊 以柔克刚 那有的时候呢 弱可以胜过强 柔可以胜过刚 可是一旦说到我们印象中 又细又柔的沙子 突然会成为温柔的杀手 致人于死地 并且还有很多人与之奋战 总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可思议 就在前不久 武汉市瑜伽头闸口沙场 就展开了一场 几十人与柔沙之间的战争 那么这又细又软的沙子 真的有那么危险吗 这场百人与柔沙之间的战争 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是武汉长江边上的 瑜伽头闸口沙场 8月31日一大早 有点起风了 工人们即将开始一天的忙碌 开靠工王秀珍 正在一边开允沙的票 一边等待丈夫人续舞 从沙山上撞完沙 回来一起吃早饭 可是左等右等 就是不见人续舞的身影 你往他上去 大概要四五分钟就起来了吧 那个时候四五分钟还没有起来 今年四十三岁的人续舞 在沙场工作已经十五年了 这天一大早 运送沙子的传送带突然不动了 难道是沙子里有石块卡住机器了 于是人续舞爬上二十米高的沙山去查看 可是十分钟过去了 不仅机器没有动静 就连人续舞也悄无声息 他一上就都没有出人了 他赶紧跌下就出了心 就在这时 王秀珍隐约听到 三百米外的沙山那里 似乎传出微弱的呼救声 莫非真的是人续舞出事 人续舞究竟在哪里 平时沙堆的沙子通过皮带机运送到装载车 随着沙子慢慢的输出 再伸进沙堆的皮带机周围 就形成了一个倒置的锥体 没想到人续舞竟然深陷到这个锥体的最底部 身高一米六五的人续舞 此刻出了头露在外面 整个身体已经完全被埋在了沙子了 发上把他头上面的沙 他身子是这么臭的 就把头上的上面的沙 就越挖沙越挖 温训赶来的五位工友迅速找来铁线 但是只要用铁线一铲 沙子就下滑得更厉害 大家就用自己的双手一捧又一捧的挖沙 使劲的挖 可是情况却越来越严重 老的越多沙子就垮得越多 现在头发都看不到了 撒枪不得也还没进去了 风还在不停地挂着 工友们用手扒沙的速度越快 沙子下滑的速度也就越快 早晨八点 迅速赶到的武汉消防站是发现 任西武镇边工友和妻子的双手双脚 也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沙 而当时流沙还是在 非常快的速度往下滑 他们不敢乱动 一动的话 底下那个民工任西武 他可能就要被掩埋 可是好端端的 任西武为什么会被沙子突然掩埋呢 可能是靠着那个皮带机 皮带机下面给人弄空的地方 他可能一戳的时候 那沙往下垮 他脚人站的位置 可能也是个空 皮带机的一个空荡的位置 结果掉下去 流沙不断垮塌 危险难以预料 到底怎样才能救出 埋在深沙之中的人士组 征战柔沙 正在播出 敬请收看 人西武被买的位置 离地面大约有6米 四周是16米高的沙山 沙子随时都有下滑的危险 专家说 怕的就是主要由细力物质 组成的沙子 这种细力呢 它的下滑速度 接近自由落体的速度 有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阻止它 整体上很困难 因为它难免一直会往下掉 经验丰富的消防战士 会采取什么办法救出任师傅呢 只想找个东西 把人跟沙隔开 为我们以后的营救 创造一个条件 当时也只有木板可以 要把人西武从沙堆里救出来 必须先用大量的木板 插在任师傅的周围 堵住流沙 可是一时间 上哪去找这么多救命的木板呢 后来一说木板 好多人嘛 这帮忙的不少 帮忙大几十人 帮我们公有 还有那些武警战士 还有那些附近的群众 看见到处去找 38岁的周光青是本地人 看到工地上几乎没有木板 带着大家想尽了各种办法 沙场茅屋的屋底被拆下来了 废弃的木棚被拆开了 四周只要能用的大大小小的木板 都被大家抬了过来 不会用木板上 一般用木板慢慢扫 都在外面在工历上托回去 小板子有没有 找点小板子过来 小板子 大了大了大了 大的木板进行围栏嘛 但是大的木板 它的现场很不规则 你不可能说都把它活得很 很严 它有小的 分析 我们还要将这个木板 把它改小 老家在溪水的人姓武 上有老下有小 多靠他和妻子 常年在外打工养家 虽然身体偏瘦 但还算结实 时间一点点的流逝 在沙子巨大的压力下 这位正当年的汉子 也逐渐坚持不住了 鸡都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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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不鸡 一生坐在地 那时候 一生你不能哭 有时候哭 他说你不能哭 哭得蛮着急 这着急 有时候小费的 那时候是蛮着急 人是蛮紧张 是吧 我不停地讲他 我过一会儿就讲他 大一会儿就讲他 附近的民工 找来了五六块 非常大的木板 然后从背后 紧贴他的民工的后背 插进沙里头 插石 防止这个流沙 从那里垮下来 终于 一块又一块木板 就像一个又一个 结实的安全护卫 紧紧守护在 人戏五的身边 此时 人戏五已经被埋在 沙中两个小时 忽然 他的身体出现了异常 他的大部分的脏气 心脏啊 肺啊 都被挤压在沙里里面 体力消耗的相当于 在情绪比较紧张 我估计他那个样子 半个小时都坚持不了了 在工友和消防战士的 齐心协力下 木板墙终于挡在了 人戏五的周围 但是救援得以施展的空间 却更小了 工友们必须转移出来 在周光轻的一再恳求下 消防战士同意 他留在了人戏五的身旁 从沙堆内户出来后的工友 谁也没有移开 大家用人力 慢慢的带动皮带机 希望能够将挖出来的沙土 更快的运走 但是 对于危在旦夕的人戏五来说 这一切似乎都太慢了 能有什么工具 或者装备 更快的救出人师父吗 现在人戏五的脸色已经发紫 生命到了紧要的关头 工友 群众 消防战士 医护人员 大家都是全力以赴 用木板搭乘的格段 已经在人戏五身边 形成了一堵生命的围墙 可是沙子依然埋到人戏五的嘴边 该怎么才能把这压迫呼吸的沙子 用最快的速度清除掉呢 备受折磨的人戏五又能支撑多久呢 人师父已经被埋两个半小时了 时间刻不容缓 消防战士立即调来了吊车和挖掘机 希望能通过比较大的外力 把他拉出来 沙子组成的这么一个环境下呢 还是就在哪跌倒的 从哪再起来是最容易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周围的沙子 它都是处于一个不稳定状态 你要从别的地方再挖出一道通道 或者想别的办法都很难 只有比如说人师父从那掉下去的 我们想办法再从这再把它拉出来 这是最好的 它对的入口非常的矮 绝对大约就是不超过三米七八三米七三米八的样子 而实际上吊车也好 挖掘机也好 消防车也好 只要是大型救援装备 想进来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用吊车救人师父的方案看来是行不行 大家只好说罢 这时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突然大量的流沙又不断的往人师父的头部袭来 深埋在沙土里的丈夫已经听不见妻子的安慰和哭喊 妻子除了抛杀还是抛杀 希望丈夫能感受到自己的温暖和鼓励 当时妻子的手埋在沙里头 后来我才知道 她在沙里头握住了她老公的另外一只手 然后妻子另外一只手 就是在不停地刨沙 刨开她留在嘴边的沙 听到救人信武需要放钢 守在外出的沙场女工浦永凤 简直是百米冲刺啊 由于心太急 脚下一滑摔倒了 这个人信武平时用来吃饭的饭缸 现在却变成了救命工具 在这里就蒙着了 耳朵蒙着了 那个时候我往桶里压了 她就靠着说没得有啥 人家服务着点 那么蒙着人家不服务着点 她身体抖啊 直战了 直战 她老婆在身上手 直战 只那么害怕都肯定的 真心武已经和压迫自己的沙 斗争了四个小时 现在这多人在死就会 都有一顶个身体 都有一顶个喜怒 好 过来 危难之中见真情 像任戏武这样遭遇意外后 共有尽心尽力抢救的事情 在全国各地也曾经发生过 三月 南昌一个工地的运土车翻下山坡 五十岁的司机被压在车门下 共有出手相助将他挖了出来 十月 武汉一公地塌方 埋住一名农民工 八位工友徒手跑土把他救出 十月 汉口一名工人在汉口阳岔湖 军安花园下水道施工时 突遇塌方 该工人被埋 八名工友徒手救援 将被埋工人救出 富白已经死死地将垮塌的沙挡在了外里 五十名消防官兵 在场的工友 医护人员 大家齐先协力 他们有的用饭缸和盆往外咬沙子 还有的徒手一点点捧出沙子 顾骨的指甲破了 更顾骨的手疼了 把你背后的板子 把你背后的板子 把他拿上去 把他拿上去 渐渐地 任戏武的脖子露了出来 接着 胸口以上的沙子也被清除掉了 最后 任戏武的腰部终于完全露了出来 一条五十厘米宽的生命通道 也逐渐在任戏武的身边被打开 来 都乐意 gehe Moo�你 声音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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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是人的一生 只有一次 再没有第二次 那是人生最大的希望 一个月后 我们见到了死里逃生的任系武 他依然在沙场工作 任系武说 就在他几乎感觉再也支持不住的时候 是大家的支撑 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经过这场生死浩劫之后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 已经亲入兄弟姐妹 感谢您 感谢您 接下来第二次生命 谢谢 谢谢 这我们心里的话 真是我们在一起 都是我们自己一个假的一样 四个小时 一场和柔杀事件的战争 充满了刚与柔 生与死的对抗 回到平静的沙场 映入眼帘的是那些工友们 找到的木板 水桶 木棍 甚至还有铁锹 草藤 饭缸 缸管 他们安静的躺在那里 让人又看到了 为了抢救生命 而发生过的鲜活的故事 正是所有人伸出的 一双双援助的手 温暖的手 共同给了人戏舞 第二次生命 爱心并不是一定要捐出多少钱 也不需要坚定的誓言 只是在危难发生的一瞬间 我们不要不闻不闻 今天我们继续宝贝寻家行动 帮助被解救孩子 寻找他们的父母 在公安部公布的被解救孩子中 有的已经和父母团聚 有的目前还没有找到亲人 现在生活在福利院 或者是在寄养家庭里 在办案的过程中 民警们尽全力照顾这些孩子 希望这些孩子 能够健健康康的和家人团聚 这个皮肤有点黑的小女孩 叫侯亚亭 河南乳阳县的民警介绍说 小亚亭还没满月 就被人从云南拐卖到河南 现在小亚亭已经八岁了 在河南乳阳的一个村小学里读书 这个男孩叫刘文旭 他是2005年被拐的 他皮肤微黑 额头有点宽 脸形有点圆 这个小男孩还没有名字 他是2008年10月被拐卖的 现在在福建的同安 您看啊 这些孩子的眼里都充满着期待 如果您认识上面这些孩子 如果您是孩子的亲人 请尽快与我们联系 点击电话就在屏幕下方 在这里 我们也祝愿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能够早日回到父母的怀抱 好了 生活我了期和你在一起 明天 杜云和您不见不散 他是一个不足满月的气阴 穿命太棒哎 他的头后面 怎么会有这么大一个轴化 得的是先天性脑膜蓬出 他的亲生父母 绝对他 孩子还能找回遗失的母爱 敬请关注 让爱重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